新加坡有两道菜是属于国菜 其中一道是辣椒螃蟹 另外一道就是六条螃蟹 所有游客去到新加坡 都必须吃到两道螃蟹 我是张伟仲师傅 白亚鱼巴的种厨 这道菜是沙拉叶黑胡椒举螃蟹 这个螃蟹我们选用是 菲律宾的大肉蟹 它的黑胡椒 我们是采用沙拉叶的黑胡椒 螃蟹我们是不拿去炸锅 或者是拖油直接用来焖焗 把它的那个黑胡椒的味道跟香气 进入那个螃蟹生理里面 那你吃了过后 你就感觉它的肉质很入味 制作过程我们一定是非常的讲究 主要是我们炒这个螃蟹 它的重点是它的卧气 很独向的一种卧气 起得它的卧气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大火 一般上我们炒这样 大概一斤二两的螃蟹 我们是用大火焖焗 快炒五分钟里面 选择黑胡椒来烹煮这个螃蟹 你会吃了一种很独特那种香气 你越吃越想吃 它能成为新加坡的国菜 因为新加坡人吃螃蟹太厉害了 一天里面可以吃几吨的螃蟹 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从17岁过去新加坡工作 那在新加坡我都大概待了30多年 过来香港我现在已经有4年半左右 17岁的时候去到新加坡工作 那发薪水的时候就自己出去外面 鼓励一下自己吧 他们就介绍这一道黑胡椒玩意 第一次吃了就永远就好像记在脑海里 那这道菜呢 我把它带来香港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香港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中心 那我想所有的香港本地客也好 或者是外国的游客也好 希望他们在香港也能吃造一些不一样的菜式 那我希望把新加坡或者东南亚的菜式 在香港发扬贯大